娱乐事情天天报 许多网民也哀叹张萌变得越来越糟糕 正当网民们在聊天时张萌直接上传了抖音视频 他还留下了一条信息怒对那些说他的面值已经崩溃的人 说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张萌从小练习鼓争弹奏音乐舞蹈长相甜美的他出身于郑州 曾就读于互助路小学郑州十六中 2006年张萌进入北京电影学院06级表演谢高值班学习表演 2007年与任贤奇在合作网游朱仙ME饰演女主角碧瑶 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4月张萌签约北京荣信达影视艺术有限公司 不久他再度发布称自己没整之前被人吵丑催他去整容 他真的整了后又被说可惜 无论他做什么都是错 还不如先学会取悦自己 许多粉丝留言让他振作起来 让他不在乎别人的意见 但话说回来 多年来他的面子一直是网民们讨论的焦点 2003年张萌在电影《金斗1943》中正式进入娱乐业 2007年我从MV朱仙上拿了很多份我和任贤奇一起拍的 然而为字符《美人心计》反而让人们眼前一亮 他出演了《夏家三千斤》这使得他的人气逐渐上升 然而在天龙八部时期他的面子开始受到质疑 但是后来他在《美人心计》中里的《美人海澜》中又吸粉无数 虽然《天涯月明导》的改编引起了很多争议 但他的演技仍然值得称赞 张萌塑造了不少经典的古装荧幕形象 从《美人心计》中金红一瞥的《魏字符》 到《天涯明月刀》中天真烂漫的周庭 《美人无泪》中善良唯美的《海澜珠》 最后到《古剑奇谈》中金鸣强干的《芳如沁》 张萌的每个影评形象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他的演技也在一个个角色的锤炼中日趋成熟刚刚再现 脸上越来越找不回原来的感觉 他参加了《如果爱》并且有很多关于他变脸的谣言 当他再次出现时 他的脸变得更加不同 聊此后他在微博上承认做了整容手术 从那以后 每次他出现化妆失败的声音就一直响起 后来张萌用唇素颜的脸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直播 整个直播主要是关于时尚及时慈善活动的绘画 以及在绘画时与网友聊天 然而他的脸一直肿胀僵硬 这与以前完全不同 面对张萌的认不出来 许多网民直接说他不如以前了 然而张萌并不在乎 而是逐一回答了网民的问题 面对网民的全评人群 他回答道 是的 经过面部调整后 我发现有些地方真的不满意 所以我继续做减法 生活就是这样 你不得不面对许多选择 有时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错的 但是经过一些经历 找到适合你的东西是件好事 张萌不禁承认再次重塑了自己 还坦白承认他没有正确完成这项工作 但效果仍然不令人满意 许多网民也因为他的诚实而变得粉身碎骨 从下加三千斤以天图龙几正者无敌 到千牛的夏天 张萌通过对不同人物角色的塑造与把握 演技也在实践中慢慢成熟 即使平日里一直专注于拍戏 而先少出戏活动 相比其他小花旦略显低调 但凭借清新亮丽的外形 及一部不热播剧 张萌在一众演员里依然拥有超高人气 最近几天 他的面子逐渐回到春天 根据工作室发送的密集照片 该周的情况要好得多 看着他最近参加的综艺节目 比直播时好多了 现在他在阳光下说 演的价值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他很生气 质疑他的说法 他说他的脸已经从悬崖上掉了下来 然而一些网民也回应说 这是美丽和过滤的效果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你认为他的面子已经回到过去了吗 快乐无极限 娱乐你我他这些就是今天的娱乐新闻 听说刚才给小编点赞的人都脱单了 不信你也点个赞试一试 对来�讯 对来�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